与牧村拓哉合作五个月林木金香任有点寂寞记者钟志军,综合报道牧村拓哉主演日剧《行男主厨三星梦》下周将播大结局,该剧《日前杀青》,而面对长达五个月的拍摄,牧村坦言,不想承认拍摄已结束,内心感觉孤单,让泽村一束笑说,都这把年纪了,每天还能在片场感受各种刺激,真的很棒。 林木金香则表示,虽然没有不想结束拍摄的想法但确实有点寂寞 拍摄这部戏的经验是我珍贵的宝物 牧村拓哉,又,和林木金香主演日剧《行男主厨三星梦》日前《杀青》,下周将播出大结局 翻摄自官网,饰演年轻天才厨师平谷祥平的演员玉森玉泰,在该剧的亮眼表现不出众前辈们。 因此登上2019秋季日剧《心动男子》的第二名,还赢过前辈牧村拓哉,牧村第六名。 他所属的团体KISMYST2也会年末首次登上红白歌唱大赏的舞台,让许多粉丝相当期待。 《行男主厨三星梦》1月2日将于KKTV上架完结篇 已经加好友了,谢谢欢迎加入自由娱乐按个赞心情好已经按赞了,谢谢。